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 正是研究曾经被取消教师注册的人 在一定限期之后可以申请复牌 我们会在取消教师注册的同时 是会定名若干时间内例如三年 是不会考虑其注册申请 我们必须强调教育局一 有责任确保所有获准在学校任教的教员 是适合及适当的人选 以维护学生的福祉 曾被取消注册的人士 若在限期之后再次申请注册 都必须提出强烈的证据 证明他作为一个适合及适当的人选出任教员 令教育局可以小心考虑 而教育局也未必一定会批准 高明老师的申请